我放下这边 要不我再给姐打个电话 老顾 要不别等了 咱们先吃吧 你看儿子都饿了 吃吧 吃吧 听说受东南亚人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你们和工厂的合作出了问题 爸 也没你说得那么严重 就是 就是之前有家供应商尾款拖欠 对现金流多多少少有点影响 不过 我已经在解决了 是你在解决 还是你的秘书在帮你解决啊 是你在解决 还是你的秘书在帮你解决啊 爸 怎么 你这是不相信你儿子的能力 当初他抛下家里布馆 死活要一个人出去创业 我都没想到他能做到今天 现金流的事情 天底下所有的企业都会碰到 好 客套里你的支出和回馆这个节奏 控制得再好 也保不住 实在扛不住了 就跟家里说 谢谢爸 我要应称 谢谢啊 谢谢啊 走吧 您老师 您老师 承明 承明 您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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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沈 谢谢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每次我就读不着他呢 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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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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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儿是不是进何董啊 对啊 曹梅你什么意思啊 何没过呢开始拆桥了 不是 我没明白 马总你什么意思啊 我联系何董稳住他 完全就是根据你的意思啊 不是你告诉我 让我好好利用身份 提高咱们的成功率吗 我联系何董稳住他 完全就是根据你的意思啊 那你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在没谈之前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啊 而且 你既然已经搞定了资金 那我根本能失败啊对不对 股东会在即 咱们现在 一定要确保万全 否则 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不过 我一想到 那个仪式的账本 我这个心里啊 总是觉得不踏实啊 那账本 我早就毁了 董威收了我的封口费 他现在就是个活死人 再加上已经死透了的宁成名 草莓 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了 好 依照从同学那儿得来的线索 关顶如今的现金缺口 存在很大的蹟跷 财务总监的辞职怕是也不简单 十有八九 宁成名是发现了马昊的所作所为 才招来杀身之物 接下来 一定要尽快找到关键线索 望着你老师在醒来之后 重新读回关顶 你钱 好久没有这么开心地出来玩了 是啊 对了 李先生今天突然来找你 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有一点吧 本来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想要送给你 小礼物 是什么 你姐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 爸妈 等会过来吃饭 弟弟 你难得回来啊 姐今天太累了 就不陪你了 站住 姐 多多少少吃点呗 我吃过了 和你亲爱的姐夫 咱爸新家上的准女婿 咱们顾示未来大后方资本的联盟人 志李琛同志 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爸 您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上楼了 您为什么私自和关顶接触 关顶哥 您证明 我是和马浩联系过 爸爸觉得不妥吗 当初 您是要拓展新业务 我同意了 后来你又决定 把家里最核心的实业卖掉 转型做私募和投资管理 我也同意了 可事情总得有个度 亏了吗 爸 这些年我在做什么 董事股东 还有客户们 心里都清清楚楚 投资嘛 就是需要挺而走险搏一搏的 可谁都没有在我固兰的项目里输过 大家都怪我聪明 但没有人知道 当初就是因为弟弟不想管家里的事 您才被迫选择了我 我成天就战战兢兢的 就怕把您一手打架的江山给毁了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您这么不满意啊 那要不 您把决策权收回去得了 放肆 兰兰 你爸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想反是不是 我只不过提醒你一句 那关顶背后究竟是谁在操持 他能再短短三年就崛起 还有那个马浩 我都见过 他真要有本事 他嘴里能吐出半句实话 我把固子我倒过来写 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原来您不是真的想收回决策权啊 马浩的事情我会谨慎考虑的 但关顶 我要定 再说一遍你 别急别急 别着急 爸妈 你们慢慢吃 我先上楼了 爸妈 我先去看看姐 你也真是的 干吗把话说得这么急啊 你看你那女儿 现在哪把我放在眼里啊 你们这父女俩呀 我先上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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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上楼了 我先上楼了 好 慢点 往前走 对 一直往前走就行 好 就这儿了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全都是你做的啊 是啊 有人告诉我 女人都喜欢仪式 生活中呢也要充满惊喜 以后你要是不开心了 你就告诉我 我负责让你开心 我要是不在呢 那你就 坐在这儿 然后看看天空 然后 想想我 也能开心 林老师 你刚才这段话的逻辑 似乎 仿佛 有一点我所推崇的 生活艺术感呢 是 你是不是在学我 我才没有学你呢 我本来想早点弄完的 可是今天伯父一来 我放下手上的活 回头就忘了 可能脑子里光想着 伯父跟我说的话 他今天说的话 你倒可不必放在心上 可是我听伯父跟我说好像 我们之前没有见过 是啊 那 那也正常啊 别说你了 我都没怎么见过他呢 对不起啊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其实呢 我是大二那年才知道 李先生是我的父亲呢 我妈呢 是一个很有趣 但是又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 她呀 从小家里做生意 食指不沾阳春水 直到十八岁那年 她去法国学画画 她可笨了 连鸡蛋都不会弄 直接带着壳就放过一场 是不是很逗